同樣身為自由球營的林書豪 目前仍是正在台灣 今年呢 好小子受邀參加華航的公益籃球營 不但陪小朋友一起玩趣味遊戲 還跟弟弟林書偉兄弟攜手表演阿里屋灌籃 讓現場球迷驚喜連連 林書豪跟親弟弟林書偉 上演默契百分百的阿里屋 為華航籃球公益營帶來熱血開場表演 好小子每年回到台灣 都會在百忙之中 挪出時間投身公益活動 今年好小子跟喜漢俄小天使 一起玩趣味小遊戲 小朋友投籃不進 他二話不說 馬上搶籃板 逼時間補籃 幫小朋友拿下生命中 充滿意義的兩分 林書豪今年回到台灣 球迷應該都有發現 好小子的中文越講越好 其實林書豪每年季外 都會隔海跟台灣老師 視訊二補中文 目的就是希望來到亞洲 可以用中文和球迷分享籃球故事 他就問我不同的問題 或者他就告訴我 你給我分享一個故事 然後我說中文 他就會改變我說錯的地方 所以就是很幫助我 每年希望可以繼續進步 充滿愛心的林書豪 樂於分享 也喜歡跟小朋友打拳一片 活動現場好小子大方 送出簽名球給小球迷 讓整個公益籃球英 充滿歡笑 在活動的最後 林書豪在可愛的飛機餅乾上 留下自己的塗鴉 除了代表到此一遊之外 也跟小朋友商約 明年暑假記得回來 再跟書豪哥哥一起玩遊戲 有電 TV 乾冒結尾處於台北報導 我以為他有人告訴你 我真的要擅長 我你也不做了 我應該說 我還是我們